大家好,我是冰哥 现在已经入冬了 又是各种收菜成熟的季节 像这种小青菜 在我们这边基本上是家家都种了好多 这种小青菜又叫上海青,小油菜 这种小青菜不管怎样做都非常的好吃 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道小青菜炒肉的家常做法 像这种做法做出来清脆爽口 开胃下饭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就请跟着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今天在菜地里栽了两颗新鲜的小青菜 现在这种小青菜刚出来非常的新嫩 我们把小青菜放到菜榜上 切去它的根部 再把小青菜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这样在清洗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因为小青菜的叶子里面很容易藏泥沙和脏东西 全部掰下来以后 再切掉它的叶子 只留它的筋部 再把小青菜放入干净的清水里面 钻用手把里面的泥沙和脏东西给清洗干净 清洗一遍之后 再次将它放入干净的清水里面 再将小青菜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这种小青菜是自家种的 没有打过农药 所以只需要把里面的杂质和泥沙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之后 再把小青菜放到菜榜上 用刀把小青菜切成长条 全部切好后 将它装入碗中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再用刀去掉五花肉的猪皮 去皮以后 再将五花肉从中间片开 然后再将五花肉切成长条 五花肉切好后 装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大蒜 将大蒜先用刀拍碎 拍碎之后 再擀刀将大蒜切成蒜末 蒜末切好后 装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小米辣切好后 和大蒜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几根新鲜的蒜苗 将蒜苗切成长段 蒜苗切好后 也装小碗中备用 然后起锅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 下入刚才切好的五花肉 再快速的翻炒 把五花肉炒香 炒出它的油脂 将五花肉炒至微微变黄 就可以了 然后再下入刚才切好的大蒜和小米辣 再快速的翻炒 把大蒜和小米辣炒香 炒香以后 开始调味 加入少量的食盐 适量的鸡精 少许的生抽 再加入一点老抽 再加入一点蚝油提鲜 再快速的翻炒 把调料翻炒均匀 调料翻炒均匀以后 往里面加入一小碗清水 再快速的翻炒 加入一点清水 主要是为了五花肉能够更容易熟 也更容易入味 再开中小火 把五花肉炒熟炒香 再把汤汁慢慢的炒干 汤汁炒干以后 再加入刚才切好的小青菜 再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像这样鲜弄的小青菜 不要炒太久 炒太熟 不然吃起来的时候 口感就没有那么脆爽 大概炒到40秒钟左右 就可以了 最后把刚才切好的蒜苗 也加进来 再快速的翻炒 把蒜苗炒至淡生 大概翻炒十几秒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好了 炒成这样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一道鲜香美味 脆弄散口的小青菜炒肉 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做出来脆弄散口 开胃下饭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 留言 并转发哦